200119、02、0114、52、00友善烈印记者孙一轩、综合报导之名导演斗岛纽承泽去年年底惊爆 涉嫌性侵电影《跑马女》工作人员,引起外界一阵哗然,今一日她也遭台北地检署一强制性交罪起诉 对此,曾在电影《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已被斗倒强迫拍摄近全裸床戏的女演员柯幻如也发文表示,希望不要再 有下一位受害者,也呼吁仍独自承受性暴力伤痛的朋友能够意识到沉默不再是唯一选择,勇敢站出来 柯幻如对于纽承泽被起诉一事,以204字文回应 合成图,翻摄自脸书,资料照据托迪报道,柯幻如今天以204字回应斗岛被起诉一事 她表示自己非常心疼及钦佩这位暴暗女子,因为对方为了不要再有下一位受害者出现,必须要不断面对和陈述伤痛 她也在三强调坚决反对性暴力,权势性轻,最后她说现在环境已逐渐在改变加上多数人的支持,呼吁现在仍在独自承受性暴力伤 痛的受害者,能够意识到沉默不再是唯一选择,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因为在经过改变之后,是一定可以有希望地活下去的 纽承泽遭台北地检署一强制性交罪起诉 图,翻摄自脸书在跑马一名女工作人员报案控诉纽承泽性侵后,被检历经近两个月侦查 采集DNA比对,终于在今天依强制性交罪起诉斗倒,尽管侦查的过程中纽承泽否认犯刑,不过确实在被害人胸部上验到她的DNA 加上纽承泽案发后曾传讯给被害人道歉,认定纽承泽犯罪是证明确,依法起诉纽承泽 读者留言